直到松山檢疫站視察高端疫苗接種情況 台北市副市長蔡秉坤 对台北市长柯文哲说打疫苗还会死掉 算他运气不好的说法做出解释 就算确诊甚至好了 就算有死亡的话 毕竟那个激励是非常少 所谓市长讲的运气不好 那句话的意思就是 这个激励是很少的 所以我想大家用比较理解的心情 来看待这句话 除了为柯文哲哀轰试验风波缓夹 北市府还要处理确诊的案19355 新医区某会计事务所员工 CT值28.9 2月3号到2月7号都有到办公室上班 目前居隔403名 另外在该栋大楼上班的7000人 只能鼓励出来筛检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连一 我们的连一的所有量能 我们都开出来 那希望说这些民众都能够去做 这个PCR去做筛检 疫情也在新北市延烧 为在新北市树林的嘉莲疫电子厂 一名外劳确诊后完成1762位 员工获大裁检 初步验出14例阳性个案 农历过年年续假期刚结束 双美市要全力守住疫情 能不能违解封还是充满考验 华市新闻 张春宏 黄昭盛台北报导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市 估计频道